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英文一起讀 Bill Gates打算几乎把他所有的家产捐光光 这新闻说真的了不起吗 好像是啊 我真的很怕做得很无聊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Virtually就是almost 你这样记就好了 Virtual reality当然你知道就是虚拟实境这样子 那既然是虚拟是不是基本上几乎像是真的一样 所以virtually你就理解为almost可以 所以他的家产一个billion是10亿 100个billion就是1000亿 没有错吧这个数学 而且是美金耶 所以他1000亿的美金的家产他要把它捐出去 那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给我们说些什么 所以Bill Gates这位大善人 Financial experts typically recommend Being careful how you allocate your money lest you run out of it 第一句话就觉得很有趣 这个财务理财专家 他通常typically就建议 建议后面接的事情 所以因为是事情 所以这边是being careful 所以有的同学对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不懂为什么这些是being 因为你建议的是一个事项 所以因为是事项的关系必须记得是名词 所以这边才不是be动词 be的原型或to be之类的 no they recommend being careful 有关什么事呢 这里加个about其实也过得去 how you allocate your money allocate就是分散 就是把这些东西做一些 locate是地点的意思 location 所以allocate就是把你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去 这样子怎么去分布你的钱 以免你用光光 所以以免这个概念就是last 这个词我们这边看一下 就是以免省得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我每一次看到last这个字 都拿出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举例 就是以前在多伦多住的时候 加拿大他在不知道 是不是冬天的某一天我都忘记了 反正就是有一天他会把那天设成 将士纪念日 所以以前在那个D-Day的时候 就诺曼帝登录什么的 然后死的人马这些的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一天 然后就报导一下 二战的会议什么的 然后他的标题 头版头条的标题 多半就是这个片语 Lest we forget 我们别忘了 以免我们忘了 所以我们要用今天设定成将士纪念日 来纪念这件事情 以免我们忘了战争带来的痛苦 跟上海这样子 Lest we forget So we remember this day Lest we forget the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came with the war War 好所以这个名字叫做 Remembrance Day 就是将士纪念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之类的 记得他们 这里其实是个假设计器 所以这边其实是神调的一个should 这个我们先不多说 因为还算蛮常讲的 好所以这边 Lest you should run out of money 好但是billionaire Bill Gates 把钱用光正是他的目的 他就是要把钱捐光光 But for billionaire Bill Gates running out of money is the goal All right 下面再看一下这段说 所以这个Microsoft co-founder 他是共同的发起人 announced this week that he's donating20 billion to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所以他这次要捐个200亿 20 billion 同一时间他还再重申了一次 他对这件事情的承诺 while reiterating his pledge to give away virtually all of my wealth to the foundation 所以reiterate这个词就是重申 OK 像这个iteration iterate这个词 该怎么去翻译它 因为有一个字叫做itinerary 跟iterate有点 我个人觉得好像没多像 所以讲这个词干什么 好可是itinerary或者itinerary 它的意思是行程 旅游上的行程 甚至你的机票都被称为你的itinerary 所以不用schedule这个词 我们讲过 iteration有的时候会用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像例如说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游戏 然后过了一两年出它的二代 然后过两年又出个三代 我们就会说这是它不同的iteration 就这个游戏又发生了一次 然后两年后又发生了三代 又发生了一次 所以每发生一次就是一次iteration 所以reiterate就是重新再 把它讲过的话再说一次 所以reiterate翻译成重申 大概还过得去 我只是想强调iteration 是可以用在我刚刚讲的那种 就例如游戏 别的东西也可以 你今天写了一本书 然后过几年再写一本书 那内容上可能差不多 然后甚至可能是续集之类的 所以那就是一个第二个iteration OK 中文翻怎么翻 我不管了 这大概不是我想要追求的 所以他就reiterate他的pledge 那 pledge就是承诺 应该没问题 跟promise基本上差不多 还记得amber heard跟那个Johnny Depp的case 那amber heard说 我捐了700万美金出去 然后对方那个女律师就说 你没有 你只是pledge 他就说pledge对我来说跟donate是一样的 差很多 OK 你承诺要捐700万跟你捐了700万 huge difference OK 所以pledge这个字 应该没问题 所以在这边 Bill Gates也是 pledge 他会give away几乎所有的财产 而他这个 pledge 一般大家会是相信的 所以他要捐给foundation 然后慢慢的呢 他迟早他就会从这一个 事实上最有钱人的排行榜 就会掉榜了 就不在了 因为他的钱就不够了嘛 so eventually drop off of the list drop off the list of the world's wealthiest people altogether 所以就是世界最有钱的 world's wealthiest people 他就不会在榜上有名了 alright 好 然后下面这边 他的推特的这一则推文 我们就来读一下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turn my resources to society in way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for reducing suffering and improving lives 先看这一句 我一直很深刻的 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同学们 就不管你是留言的也好 或者我实际上 生活中遇到的也好 会跟我说 老师有的时候 我会被担自然的写人 然后有时候一句话里面 每个字我都看得懂 可是凑在一起 我就是不懂 所以我时时会 剪替着自己 当我在讲解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是必须 要把句子拆解的 比较清楚一点点 主持动词受词 这些结构讲清楚 所以我们看这一句 我有一个义务 I have an obligation 这里应该还算没问题 主持动词受词都有了 我有一个义务 这义务就是来做什么事 所以后面用不定词说下去 to return 所以会有一个义务来回归 回归什么呢 回归我的资源 回给社会 so return something to something so return my resources 回归我的资源 给社会就加个to下去 so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turn my resources to society 回归给社会 那用什么方式 回归给社会呢 所以用一个in ways in有用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way是方式 in也有在什么样的状况中 之类的意思 所以in ways方式 那那个什么方式呢 你看大家就用形容词词 去再把它铺下去 所以这个way上面 接的就是一个关带的结构 所以这些方式是有最大的影响的 so the ways that the way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那这个impact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for A and for B 所以for 减少世上的痛苦 reducing suffering and improving lives 增进大家的生命这样子 而他也希望 其他人在同样的这个 就是有钱跟有着这些privilege privilege有时候翻译成特权 有钱程度上也就是有很多特权嘛 你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他希望其他 在同样有钱跟特权的这些位置中的 其他人们也会来step up 在现在这个时刻 所以下一句话 and I hope 那hope之后其实接一个that神调了 所以他希望后面这件事情 用that展开 that之后接的是主持动词 主持就是others 其他人们 所以我希望其他人 其他人呢 会也站出来 will step up 所以主持动词其实就是这样 I hope that others will step up 什么others啊 谁啊 你要不要讲清楚 好啊 这样说的 处于这些位置的这些其他人 so others in positions 你看又知道在什么状态中 所以其他处于这些位置中的 你可以把关带丢进去 others who are in positions 什么样的position呢 用off来继续说下去 就是得的意思 所以great wealth跟privilege的position 得这些人们 so I hope that others in positions of great wealth and privilege 动词出现 will step up 在这个moment step up这个词 我稍微我这边写一下 step up有像例如说 我们常在篮球赛或者一些比赛里面 看到运动比赛或之类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片语出现 他的意思就是跳出来 跳出来然后接管比赛 跳出来然后突然间给你一个很棒的performance 然后带领团队赢得胜利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加 后面还会加上谁谁谁的game so step up your game 就是把你的这个 就好好把你的这个站出来 然后带领全队获得胜利 所以这就是你的game ok step up your game 好这样讲解应该过得去啦 好 alright 然后来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我有一个地方很想讲的 就是这个 mitigate yes 好可以 所以他们说了这个钱 捐下去会怎样呢 所以他是希望 他这个一直在增加的donation 会能够来去支撑这一些 研究啦 或者什么东西的发展啦 所以这句话读起来非常的无聊 但我还是读一下 So Gates wrote that he wants his ever-increasing donations to fu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preventing future pandemics 所以研究跟发展在什么方面呢 on预防日后的这些pandemic像今天的covid一样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然后再斗点下一个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所以希望能够减缓全球难化 气候变迁啦 以及减少global childhood death deaths 所以减少就是同全球这种小朋友的这种早要早死这样子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s in half of the coming decades 所以这个preventable diseases 就是其实可以预防疾病 像例如说小麻痹或什么的 那是一些落后国家可能没办法 所以他希望他这个钱可以帮到这个部分 so cutting global childhood deaths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s 那前面这个mitigate我就很想说一下 所以他刚说的 他的这个捐款能够mitigate climate change mitigate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减少这几个这个字 有像decrease你最熟了 对不对 这也是最简单的 那reduce也是减少 diminish这个字也有减少的意思 再来就是刚刚这边看到的mitigate 那这个减少我们做一些小小的区分区隔 decrease跟reduce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这个 但是有个重点 就是decrease可当集物也可以当不集物 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什么东西decrease 例如说 例如说有什么好举例的 例如说 我的体能下降 当我在跑步跑了20分钟之后 所以我的stamina decreases after the 20 minute mark 每次我跑步跑到20分钟 我的体能就开始大幅的下滑 so my stamina就体力 drastically decreases at the 20 minute mark 在这20分钟的这个时间点上 stamina decrease 有没有受持 没有 所以是体力减少 ok 但是decrease也可以是几物动词 也就是什么东西 decrease的什么东西 例如说 我减少了每天的卡路里的摄取 so I try to decrease my caloric intake 所以decrease 我的caloric intake 所以卡路里的intake 我也把它打出来好了 好 卡路里的摄取 所以这样就变成是一个 几物动词有受持了 I decrease my caloric intake 听懂意思 但reduce这个字 它就绝对不可能用成不几物的 所以没有something reduces it has to be something reduces something else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讲说 我的体能下滑 我不能说my stamina reduces 你会觉得reduce what 所以少一个受持在这里是不行的 而相对来说 如果是你reduce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就ok 像我刚刚说的 我减少了卡路里的摄取 I reduce my caloric intake 那就没问题 ok 那至于diminish是什么呢 diminish这个字 我们讲一个有时候会出现到的片语好的 就是像例如说这个词 叫做报酬抵减 so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懂意思是什么叫报酬抵减吗 我大概不用解释给你听 因为我觉得解释这个好像 因为我再次考量到 on account of我的观众们 大概都跟我差不多年纪 如果在这个年纪你还不懂 什么是报酬抵减的话 我会觉得蛮扯的 不是在一种好像很用一种精英的态度来看我的观众 但我真的觉得三四十岁的人 你应该要理解什么叫报酬抵减 好 那也可能会再多加一个marginal这个词 所以这种编辑的这个编辑效益 是不是有这个词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好所以总之就是你的回报会减少这样子 可能投入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的回报就逐渐是减少的 好报酬抵减 所以这边用的固定是这个diminishing return 不是reducing 不是decreasing return 用的是diminishing return 可以 好那再来就是mitigate了 mitigate这个词我觉得跟其他几个不同的点就在于 我们读一下英文的这个解释 you make something bad less severe serious or painful 所以它的重点在于 这是一个你把不好的东西把它缓解掉 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东西不错 你就不会mitigate它 ok 因为它是好东西 所以它必须是不好的东西 然后mitigate 所以刚刚讲的mitigate climate change 可不可以很ok 因为气候变前不好 然后我们把它减缓掉 那没问题 ok 所以疼痛的减缓可以没问题 一个东西严重程度的减缓 没问题 好 所以you take painkillers you take pain medication in order to mitigate pain ok mitigate 好 那这样没问题的话 我们看最后一个片语就好了 就是conflict of interest 所以对于它这个foundation 是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声浪 也就是说 它有一些潜在危险 认为说的就是 它跟它有一个利益上的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 所以这个词应该不会太难理解 conflict of interest ok 好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这么大的一间charitable organization 它有 它不成比例的一些力量 ok 因为它钱这么多这样子 ok over how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spent 所以在这个几百亿的钱 怎么花 它事实上有一个这么大力量去控制着它 而且 而且它花的东西 就是它花钱的这些事物上 有的时候是全球的一种东西的时候 多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人去scrutinize它 所以去监督它 去oversight 提供oversight 所以这个oversight有监督的概念 或者去scrutinize它 scrutinize就是去看着它 让它不要出事 让它不要说有走外调之类的 所以这个东西 他们是担忧的这样 但是下面的人也有说 你看这边有一个public oversight 所以should have more public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这个accountability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字 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 它不是责任 因为很多人把它翻译成责任 就responsibility 可是不一样 accountability是 就是你必须回答一些 应该讲政治责任 简单一点说的话 政治责任 像今天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被谋杀了 今天是凶手要附上responsibility 警察总长不用 可是如果逮不到谋杀的人的话 那警察总长得下台 因为他是accountable 他有政治责任 所以accountability政治责任 OK 有一个香港的翻译叫问责心 好了算了 那个就算了 好那下面说的却是 不过他这个文章也说了 但他们这个foundation 事实上都在做好事就是了 所以大概也不用说去多怀疑 他里面可能会有些弊端或什么的 but still 我觉得还是要 好anyway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Bill Gates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要是今天我有那么多钱 我会不会愿意捐这么多呢 或许吧 因为说真的 你有一个billion跟两个billion 跟你有一百个billion does it actually make a difference how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you have I think once it goes over a certain number it doesn't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anymore 如果可能超过一个billion跟两个billion 真的就没差了 你的生活已经过到顶了 what can you not buy if you think about it 你要怎么是买不起的 好啦 或许很多东西还是买不起 你如果今天想买一个球队 说不定一个billion还不够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想要买twitter 可能一个billion还不够 好anyway 所以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